9月5号 Angela Baby在微博上下出了一张古装自拍照 宣布电视剧《孤芳不自赏》杀青 熬过了几个月的地狱热和夺命棚之后 胖平婷杀青了 由钟翰良杨颖主演的《孤芳不自赏》 自4月28号开机起 三个组历时130天 经历春夏秋三季 辗转北京 河北 象山 横店 迎川等多地拍摄 终于杀青 全部戏份 Angela Baby在剧中饰演的是 有勇有谋的女猪葛 白平婷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Angela Baby其中60天都是处于象山最热的天气里工作 酷暑天气使得Baby在拍摄过程中多次重暑生病 所以在许多讲戏和拍戏的间隙 Baby的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小小的电风扇来给自己降温 在杀青当天 黄晓明跟亲自探班老婆 似乎急于接老婆回家 9月5号 黄晓明曾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岳父大人送的中修礼物 抓片中的两个糖瓷茶缸 其中一个上面写着 为了老婆吃点苦算啥 显然是给黄晓明准备的 另一个写着领导专用 应该是给baby准备的 黄晓明微博写道 在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认真学习领会老丈人的指导思想 严谨贯彻落实 老丈人的指示精神 芒果老新闻 baby很敬业 黄晓明是模范老公 霸道 去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